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个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一部大书《孤身闯入匪窝》 拼死就像女孩儿的故事 夜晚是罪犯活动最频繁的时候 也是抓捕罪犯的最好时机 鱼龙混杂的酒吧里 舞女在台上跳着热舞 回着场上的气氛 客人们不断地叫好欢呼 在这些看客中也延藏着要被抓捕的毒贩 一个身材肥胖的毒贩 来到这里伪装成服务员的人交椅 汤梁补缠,黄雀在后 刚才还在舞台上静歌热舞的美丽女人 转眼之间就成了瘾君子 紧紧跟在毒贩的身后 来到更衣室将其电运偷走了毒品 不明一切的警察还在外面实施抓捕行动 胖子力大无穷 几名警察都不是他的对手 直到队长的出现才制服了这帮毒贩 毒品却不翼而非 让警察十分恼火 没有毒品就意味着没有证据 只能任由这些人逍遥法外 偷了毒品的女人 和自己的同伙开着车兜风 倾出自己的胜利 性格孤僻 不愿与人交往的泰西独自生活 她开了一家当铺 每天的生活简单而枯燥 因为自己的手筋被砍断 让大家都觉得她是一个坏人 对她都必而远之 但是邻居她的女孩小米是个例外 小米跟着妈妈生活 但是妈妈并不怎么照顾她 大多数时间都是小米自己一个人 所以她时常来找泰西玩 把她当做了朋友 不论泰西是否理会她 小米都会在她身边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表面上对小米十分冷淡的泰西 却经常照顾小米 这一天 小米又来泰西家蹭吃蹭喝 泰西似乎知道了小米的喜好 早已买好了火腿肠 小米的妈妈就是酒吧偷毒片的舞女 她时常来找泰西当东西 顺便找一下自己的女儿 并且警告她离自己的女儿远一点 泰西和小米早已形成了某种默契 替小米打掩护 危机结束后的小米 拿着泰西买来的白菊花玩耍 这让泰西十分的生气 斥责了小米 这白句话是泰西用来纪念逝去的人的 这也是泰西心里的伤疤 不愿任何人触碰 弄丢了毒品的毒贩万事 被吴明奎斥责 吴明奎给了他三天的时间 必须找到那包毒品 而小米的妈妈这边 也因为分赃不均 与男友争吵了起来 小米的妈妈将毒品偷偷藏了起来 她想要获得更大的利益 在争吵过程中注射了毒品 用来缓解自己的悲伤 小米对这一切早已习以为常 十分无助的小米来找泰西结束 还撒谎是因为家里来了妈妈的朋友 泰西也不多问 让小米住在家里 大家都称呼泰西为当铺鬼 而小米也有外号叫垃圾桶 她觉得自己和泰西十分的相似 十分懂事的小米不仅整理好了床铺 还为泰西准备了早餐 调皮的为泰西做了美甲 在泰西家里的日历上 18号被圈了起来 那是她妻子的忌日 到了这一天 泰西来看望自己逝去的妻子 他们曾经还有过孩子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都离她而去 去击败回来的泰西看到 因为偷东西被警察教训的小米 小米也看到了泰西 想要找到泰西为自己解围 说那就是自己的爸爸 但是泰西离开了 并没有理会她 小米十分无助看着大叔的背影 光着小麦店的小米 没有理会泰西 再次偷了小麦店的东西 扭头就跑 这一次泰西为小米善后 付给老人钱 不明情况的老人教训泰西 作为父亲生了孩子就没事了吗 最重要的就是陪伴和照顾 泰西一路跟着小米 她想要跟小米道歉 可是十分伤心 似乎也能理解泰西 为什么装作不认识自己 像其他人一样 认为自己是小乞丐 不愿搭理自己 小米向泰西吐毒了心声 如果连泰西也像其他人一样 不理她了 她的心会很疼 然后伤心地跑回家 没想到家里早已被毒贩找来 妈妈被他们绑架 小米也被他们控制 回到家的泰西也没有幸免 遭到了小混们的骚扰 他们来找小米妈当掉的相机包 只不过这次小混混可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被泰西三两下赶走 气急败坏的毒贩头子打来电话 威胁他必须拿出相机包 泰西从电话里听到小米的声音 急忙将相机包还给他们 毒贩临走前接到指令 将他们的同伴打死 泰西紧随其后 眼睁睁地看着小米被他们带走 报警无我后 泰西选择了自己去解救他们 他和毒贩做了交易 帮他们送货 按照毒贩的指示 来到橱柜拿到货品 发现是毒品 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地点 来和吴明奎接头 几番叫他下来 毒贩发现接头人不是约定之人 他很是生气 而万事和宗石之伙毒贩 在泰西来之前 就已经通知了警察 用来报复吴明奎 泰西也被毒贩们暴打了一顿 扔出窗外 看到逃盘的毒贩头子吴明奎后 随便找了一辆车 紧紧跟在毒贩后面 他不能放过任何一个 找到小米的机会 两辆车相撞 警察也追来了 毒贩匆匆逃跑 泰西也是有机会逃走的 只不过他看到小米妈妈的尸体后 彻底带住 小米妈妈的尸体 被人装在后备箱里 被人解剖 没有内脏眼珠 警察当场抓捕泰西 认为泰西就是杀人嫌犯 被带回警局的泰西 什么都不说 以沉默来应对所有的问题 泰西看到了小米给他的卡片 他不能放任小米付款 那些毒贩的凶残 他已经亲眼目睹 他要去救小米 看似普通的泰西 其实并不简单 趁着警察给他吃消夜 解开手铐的空档 就把全局的警员打趴下 自己孤身一个人前去救小米 此时小米又落入一个老太婆手里 老太婆将他带到一个书店的阁楼上 关了起来 小米发现 这里有很多和他一样大的孩子 警方已经调查出来泰西的身份 原来泰西曾是一名超级特工 泰西正在寻找一切 有关于这帮毒贩藏身之地的线索 李秋能够找到小米的下落 来到一家地下钱庄 询问小米的下落 没有得到回答泰西 直接暴打了他们一顿 那些人交给泰西一张名片 按照名片上的地址 找到一家酒吧 很巧的是 在电梯上遇到了带走小米的毒贩头头万石 只不过泰西并没有见过他 不然绝对不会放过他 泰西来到酒吧的卫生间 看到了把小米带走的人 逼迫他们说出小米的下落 这时杀手赶来 对着泰西一顿狂射 吃均力敌的两个人打了起来 杀手匆匆混入人群 警察也赶到了酒吧 不像被警方抓住的毒贩 给泰西留下新的通讯手机后溜走 泰西紧随起后不放弃寻找小米 警队也派了上层官员来调查这个案子 并告诉他们 泰西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特工 为了防止国家情报泄密 做了很大的贡献 因此他遭到了坏人的报复 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都已经死了 自己也因此受了重伤 泰西中了杀手一枪 来到好朋友这里治疗 朋友为泰西取出腹中的子弹 托朋友给他弄来一把手枪 他接到警察载来的电话 告诉泰西自己已经知道 小米还活着 并为他提供了线索 所谓交换 泰西告诉了警察 给无名奎送东西的人叫万石和宗神 他们还杀了其他人 警察根据泰西提供的线索 找到了张头纸 向他询问了小米的下落 调整好的泰西去寻找小米 他来到一个玩具机前面 看到了之前藏毒品的那款玩具 在老婆子这里生活的小米 每天都过得心惊胆战 这一天老婆子送走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孩子 并且骗他们 只要听话都能够回家 小米也将信将疑 女孩临走前 还感谢小米为他做的美甲 小米看到杀手的头上有伤口 便给他贴上了窗壳贴 问他是不是自己听话就能回家 小米的举动让杀手有些动容 或许是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他 泰西一直埋伏在玩具机附近 原来毒贩子利用十多岁的孩子 用来运送毒品 他们将毒品放在玩具里 将这些玩具投放到附近的玩具机里 并且贴上维修的标志 这也是给那些孩子的提示 他们从玩具机里取出那些带有毒品的玩具 分送给客户 客户会将货款打进银行卡里 这些孩子在送银行卡里取钱 交到毒贩手中 这一整套的交易就完成了 泰西跟着其中的一个小孩 想要摸清楚他们藏身之地 就在泰西跟随孩子的过程中 被警察追捕 不惜付出生命代价 要找到小米的泰西 从高楼上跳下 开着车紧随起后 夜晚泰西来到一家公司 公司的外面早已搬空 但是发现这家公司有一个暗门 进入暗门穿过瞎掌的通道 他看到那些人正在让孩子们为他们制足 在这群孩子中 他没有找到小米 他小心翼翼地继续深入 来到了他犯的解剖室 看到那些被挖走器官的人的尸体 其中就有小米刚为他做美甲的女孩 泰西知道小米还活着 他必须将坏脚步找到小米 以免小米遭到同样的下场 泰西来到一间房间 那里都是身体已经被毒品拖垮 等待着被注射药物死去的孩子 泰西三两下就解决了制毒基地的所有人 并亲自给毒贩打电话 询问小米的下落 被激怒的毒贩要挖掉小米的眼睛 泰西在临走前将虐待孩子的毒贩和工厂炸毁 让他为那些死去的孩子负责 并把活着的孩子都带了出去 杀手将小米带到一辆车里 这里有一个专门负责解剖的人 他告诉小米自己就是解剖他妈妈的人 小米不断地质问杀手 妈妈到底在哪 解剖室还是将魔爪伸向了小米 要将小米的眼睛挖出来 警察也找到了孩子们的藏身之地 来到那家黑心书店将孩子们解救出来 而泰西也找到了毒贩的冷卧 来向他们要人 毒贩将小米的眼睛扔给了泰西 看着小米的眼睛 不禁让他想起自己曾经的孩子和妻子 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妻子走后 小米就是他最重要的人 他一定要为小米报仇 泰西连开竖枪消灭了一些罪犯 杀手也赶到了这里 他完全有机会再向泰西开枪的 可是他并没有 他在等待泰西解决完所有的小喉喉之后 与自己对决 在泰西解决完所有的小喉喉之后 他刚要捡起小米的点睛 就被杀手一枪给打爆了 这彻底激怒了泰西 这杀手也是不怕死 放下枪和泰西硬碰硬 自不量力的杀手被泰西一刀解决 泰西拿着枪找到了逃跑的毒贩万石 并且把他给解决掉了 为小米报了求 泰西很难过 他再一次又失去了家人 在这个世界上又变得孤零零了 他举起枪想要开枪自杀 在即将开枪那一刻 他听了小米的声音 原来杀手救下了小米 他将解剖师的眼睛挖了下来 替代小米的眼睛 一句数数让泰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小米跑到泰西身边紧紧地抱着他 警察感到将泰西和小米给带走 路过小麦店时 泰西给他买了很多文具 还给小米道了歉 他不应该不理他 不应该装作不认识他的 其实他一直都很在乎小米 因为太在乎 怕他和自己沾上关系 从而陷入到危险当中 最后泰西紧紧地抱着小米 电影到此告一段落 本片是韩国经典动作电影孤单特工 通过泰西和小米 让我们看到 孤单的两颗心 因为有了彼此而不再孤单 小米和泰西都是社会边缘人 无论是身不由己 还是自我放纵 他们都是很孤独的人 小米天真浪漫地一步步靠近泰西 打开了他冰封多年的心 使他再次拥有了亲人 又可以做一次父亲 小米可能因为别人的 无意之间的一次示好 就付出了真情 也正因为这样的善良和纯真 让杀手都难以下手 与此同时 小米的天真善良 和毒贩子的凶恶残忍 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而来控诉毒贩子的可恶 这是一部十分热血又温情的电影 老油条火十分推荐版篇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